现在美国的经济 你说要不好的话 他还想要把中国大陆拖下水 你看像现在 美国的晶片大厂要撤出 还有麦威尔科技裁员4% 因应产业的低迷 说在中国大陆的研发团队 据传全都被裁撤 不只是如此 美国的商会 他们也有做调查 说第一次有过半的会员 不再优先投资中国 你说不优先投资 但是还是把中国 视为优先的市场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 非常矛盾的情节 就好像现在根据调查 多半的英国人很担心 中国会变成世界和平的风险 但是却又不能够 不去买中国货 因为到哪里看到 都是Made in China的产品 不用不行 真的很矛盾 怎么看 真的很矛盾 这个世界的局势 开始走向多极化 以前是单一霸权的时候 世界很简单 经济是经济 政治是政治 那经济 投资 贸易 金融 其实都有它的逻辑跟做法 但是现在不一样 因为俄乌战争 因为中美对抗 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 开始影响到全球化 全球化没有死 只不过是不再是美国化了 那对美国而言的话 它其实不可能把整个全球化 跟中国之间连结斩断 那不可能 你看它去年的中美贸易 还是来到了7400亿 回到了2018年以前的水准 但是它把高科技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关键产业的科技 它觉得它要掌握 因为科技是新经济的基础 科技是军事产业 军民两用科技的基础 所以它掌握就是说 变成一个叫做高科技的两个半球化 它至少把供应链 要放在它自己这边 可以放在台湾 可以放在墨西哥 那最好是回到美国来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因此慢慢的 这些技术的人员 技术设备 开始要跟中国做切割 这个的的确确 但是中国大陆这边方面 反映的就是什么 一方面它是用举国的力量 在做这个晶片的突破 跟这个发展 另外一方面 市场在哪里 除了美国是一个市场 中国还是一个大市场 韩国跟台湾的 我们这个晶片卖网 就是中国大陆的 在今年的1月2月 同比掉了三成 掉了三成 当然这有过去的库存的因素 等等之类 但是也就表示 它现在怎么样 以前的晶片要做到 这个良率到9成 9成5 9成8 它才有这个 就是合理的这个成本毛利 但是现在在中国大陆 你良率做到5成 等我就开始下订单了 对不对 那慢慢慢慢它会让它的培养 因为后面有来的是更多的 这些资源可以运用 所以当中国大陆开始在 晶片的发展要追赶 我觉得这会是个挑战 蛮大的挑战 能不能在一定的时间 三年五年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可是对一些 就是这些相关产业的投资人 或者企业而言 地缘政治的因素已经影响到 我讲的是高科技了 它可能必须要做不同的考量 所以现在呢 你看不仅仅是刚才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是Marvel Technology 这家公司 它要把大陆的研发团队 据传要裁撤之外 但你裁撤了之后 那你的研发人力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其实还是 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呢 好 但躲不开的是 现在呢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企业 美国的商界领袖 他们呢 很高兴很愿意去参加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这是由大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那么所举行的一场论坛 即将在25号就要开幕登场了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头都要去 其中里面呢 有保洁公司之外 有澳洲矿业巨头 还有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 也要去参加 中国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还有汇丰的CEO等等 那么这么多人都要去 那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你说一方面好像又希望 能够降低在中国大陆的 一个投资的风险 可是却也有这么多的人 前铺后继 请教赖老师 中国大陆充满机会 中国大陆还是全世界成长速度 最快的大国 6%的高速度的成长率 美国预估才1.2% 欧洲更惨 那一个经济量体这么大 成长速度这么快 国务院每一年所举办的这个论坛 高层论坛 那各位你想想看 是不是最接近决策者 而且它是一个国家级的论坛 所以据说国务院总理李强也要出席 是的 也就是说国务院的总理 还有相关部会的首长都会到 是直接跟商人跟学者的直接对话 那这样的情形下 这些企业家跟这些学者 跟官员的直接对话中 有很多东西很有可能 就会制定成为政策 哪一个企业家不想接触 这么高的层级的官员 因为在论坛里面所讨论的 谈的或是接到的讯息 这个对他们的企业来讲 都是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跟发展性 而且实践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谁不想在里面表达他的意见 有利于他的企业的生存 所以目前全世界500大的企业的CEO 全部都会参加 谁缺席 谁就失去了机会 可能就被他的竞争对手超越了 那当他被超越的时候就代表 他的市场规模萎缩 他的竞争力萎缩 那他就不再能够是龙头 那对于他来讲的话 怎么可能要放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不可能的 美国政府再怎么做 欧洲政府 其实欧洲政府没有这样做 主要是美国政府再怎么做 企业家不会真正理的 只是说如果美国的政府 制定成为法律 那他们就被怕被惩罚 所以他们就不得不遵守 但是只要你没有成为法律的 那都是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来讲 半导体这个部分 是被制定成为法案 是被制裁的 所以您刚列举了 包括中国的科学家 中国的工程师都被解聘 连美国的工程师 都不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工作 只要是跟半导体有关的 全部都要回去 这样的一个情况 人才会大量的移动到 中国的半导体企业 美国的经济都在亮出危机 现在FED已经宣布基准利率上调 一马还说银行体系健全 官员不认为今年会降息 他是要升息的 可是呢你说升息了以后 大家真的就会把钱 乖乖的放到银行去升利息吗 岳老师 那你看 现在啊 如果你真的要把钱搬进银行的话 恐怕还要来听一下 美国的财长叶伦他讲了什么话 因为叶伦他告诉大家什么 他说不考虑扩大担保所有银行的存款 将以加强稳定银行系统 作为主要的目标 道琼一下子就看到又跌了 又下挫来回应 那岳老师很简单啊 一听到这个叶伦讲的这番话以后 谁还敢把钱放到银行去呢 你放进去的话 现在财长叶伦都已经讲说 我没办法担保哦 那换句话说 谁会有这个信心呢 现在他不怕出现了信心危机吗 我觉得这次美国目前面对最 最危险的就是金融系统性风险 因为我简单讲两句话 就是说 你加息然后美债就下跌 然后你不加息然后美元就下跌 美债跟美元 刚好是两个矛盾的概念 你现在要怎么选 对不对你现在选 如果叶伦本身来讲的话 大家不要忘了 那个矽谷银行一倒的时候 他马上讲美联储兜底 大家的话 拜登第二天加码 讲说所有存互的钱 通通可以拿出来 就没有问题 然后安静了 安静了以后呢 那马上就有人 美国的金融界是非常非常极端资本主义的 就有非常多人准备放空啊 就是讲出来说 有186家银行 都可能会有挤兑的现象啊 那这些人他必须要讲说 我们不可能就通通兜底 如果你如果说是 让这个金钱的流动性维持的话 那你本身的话呢 那个加息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如果你要让这个 对抗这个通货膨胀的话 那你的话呢 就是兜底的话 增加流动性 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所以你刚刚讲得非常清楚 美国陷入了自己 所制造出来的矛盾 然后呢 那我讲一个消息 大家就了解 美国经济现在脆弱到什么地步 最近有个大消息 跟这个事情其实本来没关系 就是川普原来花了13万美金 好像摆平了一个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燕文啊 对吧他一个律师 然后呢他说他23万 也就是今天到美国 说他要被抓了 被抓以后呢 所有支持川普的人都讲说 我们现在最好 我不用救你了 我们就几对银行 就提钱就好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个消息就讲到 就对你说美国 现在这个银行界 已经脆弱到这种地步 这里面讲的问题是非常大的 因为美国的商业银行 通通是靠买美债 来维持它的获利的基础 那现在的话呢 买美债 美债下跌 下跌以后就是大家都会发觉说 如果银行都会赔钱 赔钱以后呢 就要把钱赶快提出来 这个就要挤兑 哪个银行兼得起挤兑 对啊 所以美国现在面的一个 完完全全矛盾的情况下 那这个情况 目前为止 根本就没有解 美国根本就没有 乱银钱的结果 怎么会有解呢 买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好